字幕 пров.. 大家好 我是奶超到掛泡的沙東煌 現在位置台18線73.8K處 後方這裡就是凸龜山登山口 今天要走清明路線 從凸龜山走到芙蓉山 再從芙蓉山走到天福山 然後歐繞一圈下山 但是有個重點要聽清楚 出來之後要搭公車 才能回到凸龜山登山口 不搭公車的話就是順風車了 如果不搭順風車 那你就要用走的 走上坡7公里 所以公車的時間記得抓好 正式啟燈往凸龜山前進 凸龜山從台18線走上來 它身材100出頭 算是一棵很簡單的山頭 接近凸龜山快要到了 慢慢走 11點半出發 20分鐘的時間就來到凸龜山了 凸龜山登頂成功 高度1746M 但是要記住一點 三角點在這一張牌子的後面 往這邊走 黃色指標 走過來一分鐘的地方就到凸龜山 現在撿完凸龜山 又要回到黃色指標 前往凸龜山 回到凸龜山岔路 扶龜山 扶龜山要往下走 不要走錯了 往下走 巧遇難復賢 但這一隻好像不怕人 現在聽到的是冠雨化美的叫聲 一路上不調不少 路徑明顯 但是都是走在森林當中 好陡好陡好陡啊 這一段 這拉繩大概有七八十分了 從上一段有視野的地方開始 一路陡上 須陡上200公尺到凸龜山 這坡度還蠻陡的 大概都五六十度以上的坡度 這凸龜山真的還蠻陡的 來到岔路處 左轉天福山 右轉往大洞山 湖龍山在天福山的這個方向 往天福山 還有一個小時 往福龍山 還有十五分鐘 继续前往芙蓉山 习葬花 但来的时间点不对 都已经枯萎了 看起来像水晶蓝 但不是哦 继续往天福山前进 好特别的一棵大树 一只脚撑着 刚好变成一个树洞 那我们就刻意转树洞了 哎呀起雾了 如同指标所言 走上来15分钟 就到芙蓉山了 芙蓉山高度1968 三角点编号5037 剪完芙蓉山 开始往天福山前进 一开始的下坡 还蛮陡的 这一个路口要注意哦 先往前走剪天福山 剪完天福山 再往回走 回来这个路口 走迷糊步道停车场下山 步调很多 路况清晰 夹缝中求生存 天福山 天福山 指示牌 还要往这边走5分钟 才是登顶 指示牌写5分钟 就真的是5分钟 天福山 到了 天福山登顶成功 高度1852 没有三角点 还有一个都市传说 听说啊 要天福天寿 天会修 就来天福山走一趟哦 现在剪完天福山 原路回刚刚的岔路 下福隆停车场 距离这边还很遥远 至少要三四公里哦 有点累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赶公车 公车时间3点40 还剩一小时20分 拼看看呢 这福隆山下山 非常的陡 不好走 不好走 速度快不起来 而且又湿又滑 从天福山快马加边 就为了赶公车 半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来到 迷糊停车场 走出登山口 来到迷糊步道 结果还要加码走500公尺 才会到公车站牌 继续走了 往公车站牌前进 走在人行道上 非常的安全 自己在外面 世界上 然后 好了 阿嬷的超阿貴 阿嬷有頭刀嗎? 花生口味 紅豆口味 一頭 一頭口味 一定要來十字路找阿嬷的超阿貴 超好吃的 來第二次了 兩個小時內來兩次阿 十字路來吉布道 好 我沒有去過十字路車站 來上面看看 海拔1534 十字路車站 十字路車站 小辣 小辣 被這個小辣 香喷喷的五花米哦 加上桀瓜 还有青江菜 这些蔬菜 是要拿来煮火锅用的 桀瓜煎蛋 顶级料理 现在一条桀瓜 十块钱买不到了哦 一条要三十九 成品展现 美味桀瓜 哇 撒上胡椒汁哦 美味更进一步 哇 蒜起肉片来了 这会不会太奢侈 火锅蒜肉 大家早上 早餐吃了吗 哇 满满的好料 早餐一定要吃饱哦 吃饱才能往拉拉克斯前进 吃饱喝足后 前往拉拉克斯登山口 从停车场走下来 三百公尺 铁链这里就是拉拉克斯登山口 走 出发 走 出发 一路的下坡 走到三叉路口 这里有一个巡山正卡箱 路口我们选择 左去右回的欧绕路线 左边过去可以先走到五号跟六号巨木 另外 左手边这里是以前特富野的旧耕地 往前走了 出发 插路走进来两分钟 就到了以前特富野的旧部落 博坎依稀可见 还有以前的耕地 这里晚上还有猎人过来打猎 这个方向走上去就可以到第一颗神木 走上来两分钟 来到五号巨木 来到五号巨木 回到旧耕地 往前续走三分钟 来到六号巨木登山口 这边上去通往六号巨木 走到六号巨木才发现 原来刚刚可以从五号巨木 沿着这一条道路 直接通过来到六号巨木 直接通过来到六号巨木 六号巨木在上头 眼前这一颗就是了 看完六号巨木 看完六号巨木 继续往上走 前方还有一颗三号巨木 三号巨木 三号巨木 太可怜了 被巨的乱七八糟 被巨的乱七八糟 准备过溪前往拉拉克斯神木 溪水的大小不大 沿途还有碟石哦 它补着水哦 好像雨雪还好 可是不要咬就好 没关系 这个太干的 哇哩咧 遇到马皇了 真的哦 真的是有九岁 好减大一没吸雪 竟然敢吸三冬班的雪 送你上十天 32号巨木 31号居墓 最美最漂亮的居墓 超壮观的 看完31号居墓 现在往4号居墓出发 4号居墓 真的超巨 看起来就像屏风一样 4号居墓 超级大的 看起来就像一座屏风一样 从4号居墓下山 一路的下坡 来到美丽的溪谷 超漂亮的 这水值超优 4个小时 欧绕一圈 准备回停车场 算是一条 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 可以看神木的路线 各位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再见 拉拉克斯神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新鲜的山苏 想不到爬山还可以加菜 算了啦 我这个人是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 留给你们的 记得 拉拉克斯这里 有山苏可以猜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